馮盈盈、王家曼、關峰兄和周易偉等 今日到九龍灣出席TVV節目 健康100座記者會 28歲正一生日的盈盈 獲大會送上蛋糕慶祝 問到是否沒有人約? 你們送了蛋糕給我慶祝 我收了兩個大蛋糕 沒有收過其他生日禮物? 沒有 沒有約你嗎? 怎樣約?日日開工 家人都很幸運 還可以回家 我們剛剛也有慶祝活動 我們點了一些外賣 外賣飲品 一會兒邊開工的時候 邊有這些小吃 開心一下 苦中一點甜 都不是很苦的 開工都很開心 開工都很開心 瑩瑩和家曼身為冠軍級港姐 對新一屆參賽者有沒有留下印象呢? 這個看 有沒有誰深印象? 有一個sharon 是不是有sharon 試一下師妹 對 你試一下師妹 對 我之前好像也有看過她的IG 對 你有留意她的姿勢 對 我也有留意 但是我們當然沒有機會正式碰面 對 然後比較深刻的 其實當不昨天 Regina 之前 討論完 對 因為我們每年的港姐 一定會經過一個 可能 變裝 變髮 脫胎換變的過程 絕對是 或者可能 經過我們大會的造型指導等等 可能覺得那個髮型是她的特色 我們都會想看 會不會決賽舞台 都有這個 有這個髮型 其實我們未見過 在港姐的決賽舞台 有爆炸投出的 這個可以是一個signature 所以我覺得很有新鮮感 你看看多少討論到 我覺得成功